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灵探测正是我有罪的明证 其实并不然 心灵探测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我和你一样不敢轻易尝试 话说回来 若非我的对手万分希望我能同意 那么虽然害怕 我还是愿意勉强一事 心灵探测器 还不算是多么敏锐的一切 并不足以扎扎实实地 证明我的清白 因此任何对我有利的结果 都会遭到他们驳斥 他们诉诸心灵探测器 是想借此获得人形机器人的理论架构和设计蓝图 那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也正是我绝不会给他们的 打得很好 谢谢你 法斯托夫博士 别客气 好 请容我回到刚才的话题 根据吉斯卡的报告 他们把你单独留在车内之后 曾有些陌生的机器人来找过你 至少后来他们在风雨中 找到昏迷不醒的你 你含含混混地提到了那些机器人 的确有些陌生的机器人 向我盘问 法斯托夫博士 但我设法误导他们 把他们支开了 不过我随即想到 最好赶紧离开汽车 别等着他们再回来找我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也许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后来吉斯卡就是这么说的 法斯托夫微微一笑 吉斯卡的世界观太单纯了 你认为他们是谁的机器人呢 贝勒在椅子里动来动去 似乎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舒服的姿势 主席来了吗 还没有 但他随时可能抵达 此外还有阿玛迪洛 就是机器人学研究院的院长 据说你昨天也和他见过面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明智之局 你激怒了他 昨天我非见他不可 法斯托夫博士 但他似乎并未被我激怒 阿玛迪洛这个人高神莫测 接着指控你诽谤他 以及玷污了他不容侵犯的学术声誉 他已迫使主席介入此事 此话怎讲 主席的职责就是 在出现争议之际 鼓励双方坐下来谈 设法找出和解之道 如果阿玛迪洛希望和我开会 那么根据定义 主席不能劝他打消念头 更不能加以阻止 他必须主持这场会议 而阿玛迪洛若能找到 对你不利的足够证据 既然你是地球人 此事简单得很 调查工作就要结束了 既然地球人那么脆弱 法斯托夫博士 当初你或许就不该向我求助啊 或许吧 没了先生 但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了 现在依然如此 所以必须请你自己说服主席 接受你的观点 希望你做得到 哦 责任在我身上了 贝勒没好气地说 全在你身上了 法斯托夫毫不犹豫地打倒 就只有我们四个人开会吗 实际上只有我们三人 主席 阿玛迪洛 以及我自己 也就是说 两个当事人 加上一个合适老 而你这个外人 贝勒先生 是勉强获准出席的 主席随时可以命你退席 所以我希望你 别惹他不高兴 我会小心的 法斯托夫博士 比方说 贝勒先生 千万别跟他握手 请原谅我 有话直说 贝勒想到自己刚才的鲁莽举动 不禁羞得两颊发烫 我 不会的 而且 一定要客客气气的 可别义愤填膺地提出指控 也别坚持那些 没有佐证的言论 你的意思是 别用激将法 试图从任何人嘴里 套出实情 比如说 阿玛迪洛 是的 别那样做 否则你就是犯了 诽谤罪 反而弄巧成拙 招致不良的后果 因此 一定要客气 但如果你 笑里藏刀 倒是不会有人抗议的 还有 除非有人跟你说话 别主动开口 这是怎么回事 法斯托弗 博士 现在 你不遗余力地 对我提出忠告 可是在此之前 你从未警告我 诽谤罪的严重性啊 这的确是我的错 对我而言 这只是基本常识 所以 我从未想到 需要对你解释一番 是啊 我也这么想 法斯托弗 突然抬起了头来 我听见外面 有汽车车的声音 不知如此 我还听见 我家的一个机器人 正朝门口走去 我想 主席和阿玛迪洛 已经到了 一起来的 毫无疑问 你懂了吧 阿玛迪洛提议 在我的宅迪举行会议 看起来 好像是给了我 地利之便 但他也因此有机会 向主席提出 名义上 当然是出于礼貌 由他负责 把主席接来这里 毕竟 他们两人 都必须到这儿来开会 这样 他就能争取到 和主席独处几分钟 以便推销 他自己的观点 这太不公平了 你就不能制止吗 我不想那么做 阿玛迪洛 是在冒险 他虽然精于计算 仍有可能在言语间 激怒主席 这位主席 特别容易被激怒吗 不能这么说 任何主席 在这个职位上 超过四十年 都会和他差不多 话说回来 由于主席 必须严格遵守规范 更要绝对 不偏不倚 而且实际上 掌握着 独断的大权 这些因素 加在一起 免不了 让每位主席 或多或少 都易怒 而阿玛迪洛 并非真的 那么有智慧 他那副开朗的笑容 那口洁白的牙齿 那种过分 和蔼可亲的态度 万一碰到 心情不好的人 他居然 还使出浑身解数 对方 就有可能大气反感 但我 必须去迎接他们了 贝莱先生 而且要尽可能 展现我的个人魅力 请你 待在这里 别离开这张椅子 现在 贝莱除了等待 什么也不能做 他突然毫无来由地想到 自己来到奥罗拉 他还几乎不满 五十个标准小时 第十八章 主席之二 主席非常矮 矮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相较之下 阿玛迪洛 比他高了将近三十公分 然而 他之所以那么矮 主要是因为 两腿太短 因此 当大家就坐之后 主席在身高上的缺陷 就不那么明显了 事实上 他相当的粗壮 有着结实的胸膛和肩膀 这使得他几乎显得盛气凌人 他的头也很大 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 感觉上那些皱纹绝非笑容所累积的 而是由于长期行使全力在脸颊和额头所留下的记录 他的头发 他的头发花白 西书 发旋附近则是一片光秃 他的声音低沉而果决 十分适合他的身份 或许由于年事已高 音色难免沙哑 听起来有些严厉 但是这点 贝勒想到 对一位主席而言 只有加分作用 法斯托夫将欢迎仪式做到十足 当然少不了言不及意的寒暄几句 并且奉上点心和饮料 从头到尾 谁也没有提到贝勒这个外人 甚至谁也没有注意到他 直到完成所有的准备工作 而且人人皆就做之后 贝勒 他比其他三个人做得远些 才有了被介绍出场的机会 他并未伸出手来 只是叫了一声 主席先生 然后他随便点了点头 又说 当然 我曾见过 阿玛迪洛博士 虽然贝勒态度不佳 阿玛迪洛的笑容 却没有丝毫改变 主席并未对贝勒 做出任何回应 他将双手放在膝盖上 食指张开 开口道 我们开始吧 看看能否用最短的时间 获得最大的成果 首先我想强调 有关这个地球人行为不当 或者说 有此可能 这个议题 我希望能略去不谈 直接跳到核心议题 而在讨论核心议题的过程中 谁也不要提到另外那个小题大做的机器人一提 中断机器人的运作属于民法的范畴 民事法庭可能会判被告 侵害财产权 然后处以罚款 顶多如此而已 更何况 即使真能证明 是法斯托弗博士令詹德潘尼尔终止运作 那个机器人 毕竟是他参与设计并监督制造的 而且事发当时 其所有权仍属于他 既然一个人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 法斯托弗博士 是不会受罚的 该如何探索开拓银河 才是今天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 究竟是要由奥罗拉单独进行 还是让我们和其他太空族世界携手合作 或是把这件任务留给地球 阿玛迪洛博士和母星党主张 由奥罗拉一肩扛起这个重责大任 法斯托弗博士则希望 把机会留给地球 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旗舰 机器人那件案子 可以留给民事法庭 至于这个地球人是否行为适当 或许根本不必有结论 直接打发他走就行了 因此首先我要请问 阿玛迪洛博士是否准备接受 法斯托弗博士的立场 以便达成一致的决议 或是法斯托弗博士 基于同样的理由 准备接受阿玛迪洛博士的立场 主席暂停了发言 开始等待 阿玛迪洛说道 很抱歉 主席先生 我必须坚持 把地球人留置在地球上 由奥罗拉人单独开拓银河 然而若能避免我们之间 不必要的纷争 我愿意做出妥协 允许其他太空族世界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懂了 而你 法斯托弗博士 听了这番陈述之后 是否愿意放弃 你原本的立场呢 主席说道 法斯托弗说道 阿玛迪洛博士的妥协 几乎没有实质意义 主席先生 我愿意提出一个 更有意义的妥协方案 何不将银河 同时开放给太空族 和地球人呢 银河大得很 不愁容不下双方的人马 这样的安排 我会愿意接受 毫无疑问 这根本不算什么妥协 阿玛迪洛立刻回应 地球 有八十多亿的人口 比太空族世界人口 总数的一倍半还要多 地球人寿命很短 全靠快速生育来递补 我们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 在他们那个世界上 富之缺如 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 蜂拥至每一个新世界 然后像昆虫般开始繁殖 当我们还在进行准备工作之际 他们已经霸占了整个银河 提供所谓的平等机会给地球人 无异于把银河拱手让给他们 那绝非什么平等 地球人必须留置在地球上 针对这一点 你有什么回应呢 法斯托夫博士 朱熹问 法斯托夫叹了口气 我的观点早已记录在暗 我确信不需要再重复了 阿玛迪洛博士 打算利用人形机器人 来建设新世界 等到完工后 再由奥罗拉同胞进驻 可是目前 他连一个人形机器人也没有 他根本造不出人形机器人 但就算他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这个计划还是行不同 除非阿玛迪洛博士同意 至少让地球人 能够参与开拓新世界的工作 否则不可能有妥协的余地 那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了 阿玛迪洛说 主席显得不太高兴 恐怕你们其中一人 必须让步 我可不想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 引发意气之争 让阿玛迪洛博士分裂成两个阵营 阿玛迪洛博士分裂成两个阵营 阿玛迪洛博士分裂成两个阵营 阿玛迪洛博士分裂成两个阵营